合伙人姓名、姓别、身份正好,以下简称假方。合伙人姓名、姓别、身份正好,以下简称一方。合伙人本着公平、平定、互利的原则,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,定律合伙协议如下。 第一条,合作宗旨,合伙人以自愿为原则,用合伙人自身具备的优势和能力,创造一个行业,把合伙人自身的价值体现出来,通过合法的手段,创造劳动成果。 第二条,合伙经营项目,一、合作经营的具体情况,该合作店铺位于主要经营的位置,钢结构工程,不锈钢铁一旅台、门窗工程,防护门栏等金属探街、安装工程。 二、合作方式,在合作期限内双方共同投资、共同经营,共赴盈亏如房租、顺电、购买材料及施工工具,加以双方共同承担,各出50%,每做一笔生意所赚金额出去开销后评分备注。 无论承接的工程大小,每向客户交完或支时,无论是否完全收款,双方都应立即做好亏赢账目,除去开支,应立即评分所赚金额,留有余款的工程,双方共同承担向客户收余款的权益与义务,加以双方权益与义务平等,一方对工作的一切事宜,拥有发言权,和决断权如材料构进。 工程外包,工人聘请,包括旅客户议价,签单,收款等一切事宜,加以双方齐全限是,一对外开展业务,应立合同,二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,三够减合出售产品,四支付合伙债务,五开支实行公开制度时加以双方签资认可,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。 第三条,合伙期限,合伙期限为年,自年月日期,至年月日止。 第四条,投资额,方式,合伙人都以信息方式投资,具体投资金额,按时机所需带定具体示意详见附近内容。 合伙期间,各合伙人的投资为共有财产,除施工工具,办公用品,店铺装修的,不得随意请求分割。 合伙中指后,各合伙人的投资人为个人所有,投资款合伙人自行约定时间予以半还。 第五条,入伙,退伙,投资的转让,一,入伙,已需承认本合同,二,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,三,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,二,退伙,已需所有合伙人认同的正当理由方可退伙,二,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,三,退伙需提前一个月,告知其他合伙人,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。 四,退伙后已退伙时的财产状况,进行结算,五,未经合伙人同意,而自行退伙跟合伙造成损失的,应进行赔偿,投资初期的投资金充公,不予退还。 三,投资的转让,人使合伙人转让自己的投资,转让时合伙人,有有些受让权,除了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,使经所有合伙人同意,并且第三人按入或对待。 否则已退伙对待转让人。 第六条,纠纷的解决,合伙人之间无法生纠纷,因共同协商,本着有利于合伙事业发展的原则予以解决,除协商不成,可以诉诸法院。 第七条,禁止行为,一,禁止合伙人自己或与合伙人名义,参与或实施违法罚活动。 如今证实后,却有此事,将报告或扭送公安机关,由公安机关处置,责任由个人承担,与合伙和其他合伙人无关,造成损失,由当事人按实际损失赔偿。 二,在进行业活动期间,禁止合伙人之间的私人恩怨,如因私人恩怨造成损失者,由当事人按实际损失赔偿。 三,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,禁止任何合伙人,私自,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,如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伙,造成损失,由当事人按实际损失赔偿。 四,禁止合伙人经营与合伙竞争的业务,五,禁止合伙人再加入其他合伙,六,如合伙人违反上数个条,因而合伙实际损失赔偿,劝阻不听者可由全体合伙人决定除名。 第八条,合伙的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,一,合伙因已向是由之一的终止,一,合伙系列们,二,全体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关系,三,合伙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,四,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,无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。 二,合伙终止后的事项,一及行中间人和公证员清算并几率公证,二,清算后如存盈余,责案收取债权,清偿债务,返还投资,按比例分配,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,固定资产和不可分误,可作价卖给合伙人或第三人,计价款财予分配,三清算后如有亏损,不论合伙人投资多少, 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,合伙财产不足经常的部分,由合伙人按投资比例承担。 第九条,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,应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,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共同有同等效力,具体是以详见附件内容。 第十条,本合同证本仪是两份,合伙人各执一份,判写一次合伙人签字,或盖章之日起生效,合伙人签字或盖章联系电话,日期,合伙人签字或盖章联系电话,日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